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之后 你我便不必再见 为什么呀 事不相瞒 我已身患恶极 时日无度 加之此类恶极传染性机巧 在下不想连累姑娘 就此别过 后悔无期 就这就 郝管家 在 宋婉儿姑娘 你怎么还坐下来呢 我 我 我再说两句啊 你这个管家呀 对你可是忠心耿耿 为了帮你找这个美食 可是操碎了心哪 应该的 应该的 费尽了力呀 才所不息 你要是就这么死了 他 他 他也不敢口不于是呀 不是 你怎么能口不择言哪 主人 我先送姑娘出去来 去吧 姑娘请 前面说得挺好的 他怎么后边拔我的才是说了 不是你认我说的吗 原浅 你可回来了 你不知道白老板今天的脸色 比那墙都黑 吓死我了 你别理他 他那是更年期狂造症 鬼知道他又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 一会儿又得吵吵 袁婉 站住 唤你没听见吗 干嘛 你以后就老老实实在店里做饭 少出去逞强 一个女孩子家家总是喜欢抛头露面 我是去给客户送饭 又不是偷懒 那更不准 客户生病了 需要上门服务 我去一趟怎么了 我这不是为了多拉点大客户 多挣点钱吗 我毕盛方不需要这样拉拢客户 你不需要我需要 难道我成天坐在店里 等着生意上门 这样我什么时候 才可以还起你的钱啊 白英明 你不要想欺负我一辈子 我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的臭脸 你 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蠢女人 我以时日不多 不想连累姑娘 就此别过 后悔无期 按理说 身患绝症之人 应该食欲不振才对 可是他思维清晰 声音洪亮 又不像是患有绝症之人啊 要不 用温补之法 先将元气提上来 然后病情就会慢慢减弱 好 补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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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了 你看 走 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人 我有罪 他退休太快了 我没拦住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说过 你我不必再见 管家 哄他出去 姑娘 得罪了 请 管家 你不要忘了那天你 你那天 姑娘 请不要心口自慌 我今天给你带了特别好喝的元气大补汤 我不想喝 你走吧 你去起来喝一口嘛 你尝过了之后不喜欢 你再哄我走也不迟呀 事不相瞒 我得的是天花 会传染给你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病呢 小小天花 有何可怕呀 姑娘 天花乃是当今最可怕的病症 传染力特别强 一旦得上 那可是有性命之忧的 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 赌什么 如果我明天要是没有北川 你就要好好治病 争取快点好起来 你我素不相识 为了一个陌生人这样 值得吗 哪有那么复杂呀 我只是觉得 你肯定会没事的 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不管你是谁呀 我就觉得生命只有一次 一定要好好珍惜 主人 我觉得姑娘说得在理 身体毕竟是自己的 为了自己 咱们也当放手一搏 好 看我这张脸 不害怕呀 我害怕什么呀 这不挺帅的吗 就是逗逗多了点 好 好 我答应你 即便抗争得再难看 我也不会放弃的 这就对了嘛 那这汤 你还爱喝不喝 当然喝了 喝汤喽 好新鲜的元气大补汤 嗯 嗯 怎么样 好喝吗 好喝 这是你亲手给我炖的 当然 这汤可不是免费的哟 那你开个家 那就还是三十文 成交 这天花 可是被我们现代人 彻底消灭的病毒之一 嗯 我们从小就会接种天花疫苗 从此终生免疫 所以这场赌博 从一开始我就一定 姑娘请 谢过姑娘了 小事小事 不谢 留步 留步 书不远送 好呀 姑娘慢走 拜拜 拜拜 哎呦 看来当瘦子也没什么好的嘛 稍微夹那么一点点半 就累成这个样子 哎 要是换作我原来的身体 原来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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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唐代元婉儿的身体 那我的天花一秒接种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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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要是被感染了 万一要是被感染了 天哪天哪天哪 我要是被感染了怎么办 啊 姑娘 啊 没事吧 好 没事 没事